我是這個一個字尬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至苦通的環球直擊 繼續和大家跟進環球的經濟狀況 以及股匯的表現 今天請來專家Aaron 繼續和我們談談的 Aaron,早安 歡迎小晨 看見美股方面的指數輪流暢身高 好像很開心 股市到底是否反映著經濟復甦的步伐 也要跟你一一拆解 除了美聯儲的意識結果 市場繼續在這裡 看看能否找到更多啟示 或者對喉市的影響之外 其實也要留意歐洲那邊 或者英國也有些數據 甚至有些消息可以跟進 看看歐洲那邊 出來的PMI數字 其實同樣都令到市場有驚喜 似乎我在復甦的進程當中 仍然都是向好那邊走 我想這也是個大方向 環球今年是在炒經濟復甦 或者疫情叫做受控 或者希望改善之後的第一年 只不過上半年 我想大家都是有少少反覆的 看到疫情方面 尤其是有些變種病毒在世界各地 某些地方是有爆發 很擔心會進一步蔓延到其他國家 這個會拖慢了整個復甦的時間表 但是方向大家都是沒有變 因為始終有政府的一些政策配合 或者是央行的低息 或者是寬鬆的環境亦都配合 如果真的可以疫情受控 其實大家都在等 例如各行各業 有些解封的一天 希望有一個報復式的反彈 當然這個反彈其實都在上半年 其實有某些行業已經受惠 但有些行業仍然不太平均 因為可能仍然是 例如航空業、旅遊業等等 其實好像還沒有曝光 但始終下半年的方向 所以你看到歐洲的數據 可能大家也沒有什麼期望之下 有些驚喜其實都算是好消息 但大方向 你看到政府、央行等等 其實都是很保守的 不如先看清楚一點 所以你看到央行 在歐洲央行為例 因為它的經濟數據 其實都比其他經濟體稍微落後一點 所以都比較保守 就承諾了暫時不需要有一個收水 或者沒有一個扭細水後的動力 買債的計劃也不需要提早結束 所以這些貨幣政策的對比 其實它比起其他經濟體 仍然是落後一點 亦都解釋得到 為何例如說歐元 其實跑輸了給其他的外幣 尤其是對美元為例 由今年的高位 大概1.23水平 其實反覆跌到1.19水平 當然你跟上年最惡劣的情況去比 其實歐元亦都反彈了不少 所以我想在下半年來說 大家的焦點 其實是看看哪個經濟體 是可以復甦得快一點 哪個國家的央行 是會快一點有一個扭細水後 或者是有一個加息的機會 如果純粹簡單一點 用歐元區跟美國去比的話 大家始終有個期望 就是聯儲局的退市時間表 其實已經放越來越近了 可能在今年的第四季 即是八月、九月份附近 有機會開始會公佈 但歐洲的那邊 亦都因為之前承諾了 到明年三月前 都不會去減少賣債的計劃 變成加息上 亦都進一步推遲 變成這個我想短期的一個現象 如果焦點 仍然是集中在 央行的貨幣政策上的話 應該是挺不利的歐元 但當然會市始終有個相對概念 大家正在炒出不同的主題 如果一旦市場焦點 由央行的貨幣政策 慢慢轉回 例如擔心美國的財政赤資 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會令到美元有壓力 歐元有一個上升的空間 所以第二季尾 或者第三季初 既然市場仍然在留意 或者觀察央行的一些變動 我想歐元暫時 就沒有大升的條件 除了歐元對美元之外 不如對英鎊 因為上個星期 其實見到英倫銀行 亦都公佈了議息結果 這次都符合市場預期 暫時甚麼都沒有做 利率方面又是不變 例如他們的買債規模等等 都不變 不過大家仍然斟著於通脹 不僅是美國的問題 其實因為上個月看到 英國公佈他們的通脹數據 都略略高於央行的預測 但現在都說了 始終都要等復甦部分 真的很明確 出了一個方向 他們才考慮去收水 是的 我想如果你說 炒英國經濟的話 其實比起歐元區 很明顯是先跑 它對比美國 其實也有點不相伯仲 其實大家都有點叮噹碼頭的感覺 尤其在最初說 接種疫苗的人數上 其實英國是領先美國 所以今年上半年 其實大家曾經炒起英鎊 因為接種人數越來越多 大家亦都見到 約翰遜公佈了一個解封路線圖 即是分階段去解封 所以曾經將英鎊推到1.42半 流上這些水平 甚至創了今年的高位 但是我想隨著一些消息的變化 尤其是變種病毒 其實在英國方面 好像是成為市場的焦點 在不同的城市也發現了一些確診的個案 起碼在過去一段時間 最低的時候 即是最好的情況之下 英國的確診數字可能只有3000宗左右 但是在第二季尾的時候 已經反覆回升 連續幾天上升超過1萬宗 甚至是接近2萬宗這些水平 所以我想這也是嚇一嚇到約翰遜 不敢將最後一個階段的封間措施 這麼快推出來 即是解封措施 就要延長多4個星期 到7月中 當然我想這件事 是一個保守一些 或者是預防性的做法 即是如果將來沒事的 疫情是受控的 就可以如期去繼續解封 所以我想這件事 稍為令到英鎊有點壓力 但是你看到央行的態度 貨幣政策上 其實他們是樂觀的 在英國的經濟學家 其實對英國的經濟 其實一直在改善 所以其實有機會 我想加息路線塘的步伐 是被聯絕局發言 不過如果看回英國那邊 現在就已經看到它有略為 即是延遲回解封 其實大行也有些看法 摩根士丹利就說 承受得起的 不過不是無了期的 承受得起延遲可能六個星期 因為即將要接受的就是 咦 旅遊旺季 如果在旺季前 都搞不定的話 似乎可能對於一些 依仲是旅遊業的一些經濟體 都挺大影響 我相信這個也有機會是一個風險 不過Aaron也有看到 其實接下來 大家都要關注著 就是歐元、英鎊的走勢 因為其實就是美匯指數 最大的組成部分 就是這兩隻貨幣 這兩隻貨幣走向 絕對會影響到美元的表現 而美元也會影響到 美股的表現 所以除了留意聯絕局之外 其實也要看環球經濟 其他的情況 謝謝Aaron 就像是一般的 好看 你現在看的是 智庫財經的YouTube頻道 記住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 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都要支持一下 我們再次回到 那邊 你所有人的 那麼多真是 我們還可以 已經消遂了